KSG吹破拉朽果断临风了DRG 第三局在面对KSG三肉加敖影的阵容 DRG还是将宝压在了晚晚绝活飞的身上 结果虽然晚晚的飞前期两次成功抢夺KSG红buff 但随着一波达摩一闪将飞定强秒掉后 局势瞬间大变 自此DRG开始被动直到被推掉水晶 晚晚的飞中究未能逆袭 而KSG临风DRG后 从积分上来看KSG确定S2或S3的位置 下一战胜者组会对到重庆狼队和成都AG的败者 所以28号狼队和AG的对决将会极其精彩 毕竟谁都想去对到比较弱的DRG而不是KSG 反观作为S4的DRG将对到胜者组S1的队伍 调败者组似乎已经稳了 DRG现在S4 他要打S1 他现在要打S1 他怎么打 他拿什么打S1啊 那就直接 直接准备调到败者组了 现在S1不管是哪支队伍 他DRG是打不了的呀 打不过的呀 他BO7 他这这这怎么打 他能打出那天打AG的那个气势 那个状态 他也许能贡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但是他也很难赢 你再别说是今天这个状态 今天这状态他去的都是被淋风 真的 那么对此 大家觉得KSG在打狼队或AG时 是否会击败对手稳住胜者组呢 是因为我说可以不要打算 その脑子 我们还是打算 我们可以打算